因为农历新年,我相信大家都在扮年货 内地当然更是一个传统的消费旺季 而且看到最近发改委都推了一些措施 很难得促进春节多消费 那可以如何去捕捉这些相关的受惠股呢? 没错,距离春节大概还有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 我想这个时间投资者不妨关注在内地的食品股 内地食品股其实有两个受惠层面 一个是中长线,一个是货和短线 先讲中长线,食品股始终是一个消费股 我们知道无论是2021年或今年2022年 我们相信整个内需板块对于稳定内地经济增长 有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看到在内地经济增长三天马车当中 看到无论是进出口或者说是固定支撑投资 其实也有它本身比较消极的因素在影响着 或者是不确定性的因素在影响着 反而消费真的是内地在力谷的一个项目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消费股或者内需股 在今年2022年仍然有一个不错的投资主题 是否代表着消费股没有一个比较不好的因素呢? 其实也不是的,因为看回2021年虽然消费是比较旺 但是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升 是导致一大堆的消费股本身的毛利率出现下跌 但是我预期在今年来说 预期原材料价格相对升幅不是那么明显的情况之下 就会有些改善 所以这就是一个中长期的投资主题 如果短线来说,刚才Irene也提到的 由于即将进入一个消费的旺季 预计这些消费品股在节假日的气氛所影响之下 做得也会相对比较好一点 还有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日前 法轨委都推出了一些措施 说明要在春节旺季 包括其他节假日 希望力谷消费 我相信相关的受惠股 或者一些板块 可以在这段时间行得相对比较好一点 如果像我画面就选择了这些出来 刚才在我们节目开始前也说 你自己也有分为短线的部署 中长线提号 与你详细解释一下 例如你选择了这些食品股 这些就是短线部署 哪一种比较好 中长线又是怎样看的呢? 其实过去我也有与投资者说的 本身如果讲一个内需的概念的话 我自己比较提高的板块 是包括了啤酒股和寓业股 因为我相信随着内地的消费升级 而这些行业本身有部份的个股 是处于一个龙头的地位 这个受惠的程度 亦都会是比较持续和比较长久的 所以如果是长线来说的话 我可能比较看好华润啤酒和无牛乳业的 这两个亦都是我们今年的重点选股之一 三个专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